世界上不可思议的巧合 已听说过几个 他们的发生概率仅有百万分之一 救助 2018年80岁高龄的徐伟芳 看到河里有儿童溺水 尽管年事已高 但大爷使命救下孩子 当孩子家长前来探望徐大爷时 又会发现 这不就是30年前救自己的人吗 原来1988年的苏州 徐伟芳听到河边有呼救声 他跑到外面发现 一名孩子在河里濒临溺水 徐伟芳跳入水中救下了这名孩子 并将他安全地送到家中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 曾让父子两人都被徐大爷救了 命中注定的缘分 由于即将结婚的夫妇 在翻翻看自家老旧照片时 我以前发现自己很早前就见过对方 夫妻二人第一次见面 是在20岁时 但老照片显示 他们的母亲在高中时就是朋友 两人还是婴儿的时候 就见了人生中第一面 看了缘分这东西 真是妙不可言啊 各位再看这张照片 这是徐女士在2000年时 和母亲一起旅游 拍下的照片 照片左上角的男人 就是徐女士的老公 当然他们相隔极米远 但彼此还是陌生人 没正想 十年时间过去了 两人竟然结了婚 看来有缘千里能相会 这句话说的一点都不假 快来翻翻你家的老照片 说不定藏着 你和未来妻子的合照呢 你相信一颗子弹 在发射20年后 依旧能取人性命吗 有些巧合的离谱程度 电影都不敢这么拍 《飞行20年的子弹》 故事发生于1893年 一位名叫亨利的木材商人 突然要和自己的二人 解除婚约 这类女子无法接受 她选择了上吊自杀 女人的哥哥听闻后 决定为妹妹报仇血恨 她趁着亨利不注意 从背后开枪 亨利随即倒地不起 哥哥迅速逃离了案发现场 但实际上 子弹只是擦伤了 亨利的脸颊 然后卡在了一棵树上 20年后 也就是1913年 为了清楚自己大难不死 亨利决定炸掉这棵树 在爆炸中子弹脱落 并射向亨利 最终杀死了他 数字21的诅咒 法国国王路易斯 一生最害怕的东西 就是数字21 在他登机前 有名占卜师告诫他 不要随时小心这个数字 所以每月21日 路易斯便会停止工作 在家躺平休息 然而命运的齿轮 还是没能将他放过 1791年 6月21 路易斯和妻子逃跑时 被人逮捕 同年9月21 法国宣布独立 路易斯的统治被彻底推翻 就连死亡 也和数字21有关 1993年1月21日 路易斯被送到了断头台 被数字诅咒的一生 就此了结 下面这些人 就连死神也带不走他们 命有多硬 才能与死神擦肩而过 这些最幸运的人 死神见了 要退避三社 我们接着盘点 1%的巧合 死神都带不走的人 这名女子 名叫 维奥莱特·杰普索 她的一生 充满传奇色彩 6年时期的杰普索 身患严重的肺结核 差点死掉 长大后 她成为了护士 随传远行 1991年 杰普索所在的船只 被敌人偷袭 他死里逃生 1916年 船只触雷 杰普索再次大难不死 并且 他还是泰坦尼克号的幸存者 经历了这些危险后 杰普索彻底上岸 再也不敢轻易下海 而下面 这位老哥 则更加厉破 1942年 艾格林在阿斯托利亚 巡航舰上担任船员 一天晚上 完成值班后 他被甲板上的炮火声惊醒 出一本能 艾格林套上救生圈 去帮忙 但甲板塌陷 他掉进了水里 历经4个小时的漂浮 艾格林被陆个的船只救起 然而这艘船 也被击沉了 在海里漂浮了12个小时 全个救生圈 他才捡回一条小面 战后 他决定将这条救生圈 云友保存下来 当他仔细检查腰带 惊讶地发现 救生圈的产地 来自他的家乡 在一次家庭聚会中 艾格林向家人 讲述了这件事 他的母亲惊讶地说 自己就曾在当地的 救生圈工厂工作 当艾格林把救生圈 交给母亲查看时 母亲发现 这条救生圈 正是自己亲手缝制的 意外车祸 1975年7月份 17岁的艾滨 惨到汽车撞死 令人毛骨悚然的是 在一年前 也是这个十字路口 艾滨的亲兄弟 同样被撞身亡 不仅如此 肇事司机 还是同一个人 这个故事 听起来很不可思议 但的确 有可能发生 因为受害者 住在百慕大一处小岛上 在那里 人员稀少 相互间都是熟人 所以撞到认识的人 也不是很稀奇 你有什么离谱的巧合 快来告诉我吧 我是老树 我们下期见